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位指挥官即将在二战之中最惨烈的战役里展开对决 现在两名历史专家将对他们进行深入解读 分析指挥官们战术背后的军事思想 还有一组超级军事发烧友 比较交战双方的装备 技术和军火实力 从而揭露衡阳会战的历史真相 1944年春夏期 日军为了逆转 爬在太平洋战场上极具失利的厄运 发起了对中国平汉铁路南段 越汉铁路中段和香跪铁路沿线的猛烈进攻 代号为一号作战 企图摧毁中国西南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 即中国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 开辟一条从中国东北到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 位于湖南的长沙和衡阳 是连接中国东南和西南的战略要地 1944年6月 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恒山勇 率领十万大军集结在越洋 准备一举功课这两座城市 我觉得黄山勇应该算是一个 有勇有谋的将位 这么难打的一个仗 确实也需要一个非常勇的人 来打这个才能打这么一个仗 纪鹏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近代实习 现任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副主编 关于衡阳战役 他深有研究 日军本来估计在长沙应该是主战场 在这儿会有一个决战 在恒山勇上任之前 他的三位前任都率领十一军 攻打过长沙 然而最终都无功而返 恒山勇上任之后 决心率先攻下长沙 没想到长沙一天就打下来了 所以恒山勇会觉得 可能衡阳也会比较顺利 恒山勇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攻下了长沙 除了因为他制定了严格周密的计划 还因为他是个极其追求效率的指挥官 5月27日欲相贵作战发起的时候 实际上日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了 他这个部队不是临时的调动 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比较周密的计划 恒山勇利用他的高效率 一举拿下了长沙 他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 位于长沙南部的恒阳 在那里有大约不到两万的中国士兵 为了拿下恒阳 恒山勇集结十万大军 准备趁中国军队尚未部署好之前 发动进攻 正当恒山勇准备谋划第一步行动时 守卫恒阳城的中国军队指挥官方先爵 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 坚守恒阳十到十五天 援军会在这期间抵达 对日进行合围 此时方先爵手里的兵力不足两万 伤员很多 但要补给也处以劣势 如何完成命令 坚守恒阳十到十五天 是摆在方先爵面前的重大难题 方先爵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军事家 他的恒阳把位当局 冲锋的第一他的军事天长 在日军对抗 萧培是恒阳战役的研究学者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 萧培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手里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方先爵他一个人格性比较刚强 打起仗来比较阴猛 他的防部军要学习的时候 就因为打全家开拳了 第十军的军长方先爵 有着很强的人耐力 他守卫衡养的第十军 则号称台山军 是一支十分善于防守的部队 这支部队的士兵作战勇猛 而且有着极强的抗压能力 台山军力军后 不是在长沙会战 而是在南上会战的时候 就得到这个秦号来 他遭有这一种阴谋 去台山不动的一种军威 实军 都是全家追一准复初步军装 再就台山两制的草帽 这一支军队在阶台走的 是行咎咎气难安 是我们写一命 都感到有一种安全感 是一支行得过的部队 蒋介石选择方先爵 来说衡养 显然是最稳妥的决定 因为方一爵 他又与这个日军作战的 丰富的经验 他懂得怎么样去防守 蒋介石也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所以在方先爵来受衡扬 尽管蒋介石命令方先爵 坚守衡扬10到15天 但方先爵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准备把防守任务的期限延长 他做好了要防守衡扬 20天以上的心理准备 他根据跟日本作战的经验 他知道日军 他必定要搜尽枪口制高点 制高点在哪里呢 就是在南面和西南面 小散坡 翻页就把重点就放在这里 防守的重点 湘江将衡扬分成东西两部 衡扬城区为窄长市街 东西快500米 南北长远1600米 城东由湘江流过 城南多丘陵 城西除了南方延伸而来的山地以外 大部分为沼泽地带 布满鱼塘和莲池 而位于西南的山坡 则是衡扬城外的制高点 如果这里被日军共战 那将会成为衡扬守军的噩梦 为了坚守西南两处 方先杰决定 利用优势地形 构筑数线阵地共事 以交通好巷链 沼泽地带放水淹没 接近城郭的田间道路 均驻以地堡封闭 各阵地由掩盖交通豪 通主阵地 直达世界中心 国军指挥部设在街区南部中心地带 唯一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 中央银行地下仓库 那里发出的指令 使整个衡阳城成为一座 要塞式综合阵地 战争会促成进攻和防守 首方会修筑防御攻势来抵挡攻防 有人说守卫衡阳的方先杰将军是防守大师 那么面对十倍力量于己的恒山勇 方先杰将军究竟修筑了一个什么样的防御攻势来抵挡呢 干嘛呢 火箭 我在挖战壕 汤姆和赵尼是狂热的军事发烧友 今天他们将通过轻身时间来比较 交战双方的装备 技术和作战思想 你准备挖多深呢 可能让我想想 大概一米二到一米五那样吧 就按战壕的一般标准来 好的 听上去很有意思 嘿 伙计 过了这么长时间 你才干了这么一点点 就凭你这个战壕 你觉得能抵挡住十万大军吗 给你张图纸按这个吧吧 在二战中 各国战壕的高度普遍为1.2 至1.5米 但衡阳的战壕高度却是他们的十倍 同时宽度也达到十米至十五米 图纸上的战壕要十米高十米宽 开什么玩笑 这根本不可能 可当时方将军的战壕就是这么大 所以你一定可以的 放过我吧 这个真不行 好吧 那就让我的好朋友来帮帮你 过来 我们找来了附近工地的挖掘机 让他来帮助我们快速挖掘战壕 以便模拟当时的情景 因为挖掘需要较长的时间 所以让我们先等一会儿 再看成功 所有人都在和时间赛跑 6月18日 距离衡阳不到200公里的长沙 一日之间失守 方先军紧急下令 疏散城内30万居民 20万难民 并毁坏周围所有的桥梁公路 石油小上海之称的衡阳 一夜间被死亡的气息所笼罩 衡阳自此成为一座孤城 现在守卫孤城的方先爵 已经准备好迎接 恒山勇的猛烈进攻 1944年6月26日晚上 日军攻下恒阳东面的 恒阳机场后 立即修复设施 6月28日 对恒阳完成前行包围 日军空军飞机 开始着陆恒阳机场 并对恒阳守军的阵地 进行地毯式轰炸 在恒山勇看来 没有任何军队能抵挡住 这样的毁灭性轰炸 拿下恒阳已经指日可待 为了体现自己的高效率 恒山勇决定 采用原型包围的迂回之战 即以单刀直入坛式 直扑恒阳正面 吸引中国军队主力 好牵制他们的行动 同时派兵包围恒阳的西门 再从右翼步兵 断绝中方的外援 然后回头直扑恒阳南面 攻城的日军 在空军飞机的俯冲轰炸 以及排炮的密集轰击后 向中国军队的阵地 发起攻击 日军竞庸的这个正南面 这个战场是一个丘陵 当时日军一上去就发现不对 因为日本人啊 他这个作战是非常想做技巧的 巨蛋飞过来 他肯定不是说就躲起来 他要观察这个巨蛋的这个弹道 角度 包括这个射击的密度 那么来判断敌人的这个火力的情况 那么恒山勇当时一看 这个丘陵地带的那个攻势 肯定不一般 肯定是遇到对手了 方先爵在衡阳南面的丘陵 构筑了一个完美的防御体系 假设日军进攻到达 丘陵地带之间的话 那么就是守军炮兵 最佳的射击距离 而即便日军越过炮火防线 又进入到守军 重击枪的有效射程当中 整个日军的攻击路程 都被方先爵精心设计的轻重武器 配合构上的这个火网所控制 突破火力封锁的日军 来到阵地前沿 在他们的面前 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战壕 经过一个小时的挖掘 我们模拟出了一个缩小版的方先爵 你看 挖掘机不赖吧 不过跟真正的方先爵战壕相比 它还是简单了一点 挖掘机就是不一样 它已经很大了 我想我要变成一只鸟才能飞过去 没错 不挖成这样 很难阻挡恒山勇的进攻 是的 不过这只是一个缩小版的 具体的效果怎么样 你下去试试如何 尽管看上去有点难度 当我找找别的办法或许能行 天哪 这足有一层楼高 太高了 我绝对爬不上去 绝对的 不行 我的天哪 只要真是十米高的话 人怎么可能上得去 怎么样 还行吗 真的 不行 我爬不上去 因为它的立面几乎是九十度 我尝试着抓着它 但是 却又掉了下来 这绝对不行 这个是 海岸保卫站一个最处处的 这个 也是最精彩的一个地方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在方先决重点布置的几个高地上 守军将所有的山脚全部削去 使面向进攻方向敌人的平缓的山丘 变成了无法徒手攀登的峭壁 同时在峭壁下再挖身宽大数米的外豪 豪底遍布陆寨丁板 所有到达阵地前的日军只能通过搭设云梯才能冲上阵地 但刚刚架设好的云梯 又被对面高地上守军投掷下的手榴弹炸断 这就是方先决 微观战场前情提要 1944年6月 恒山勇率领十万大军进攻恒阳 面对日军的来势汹汹 中国军队指挥官方先决 利用地形优势 构筑了一道巨大的屏障 这个是恒阳保卫战以后 这个最处处的一个 也是最精彩的一个地方 不行不行不行 不好 我的天啊 这就是方先决好 这样的战壕成为了日军无法逾越的鸿沟 随着日军的伤亡逐步增大 恒山勇决定用最快捷的方法拿下恒阳 他下令向中国守军的阵地释放毒气弹 这就是藤山勇所带的这个日本第十一军 他从来就有这个史化学武器的这个传统 6月28日至30日 日军向恒阳城释放毒气 大量的烟雾弹被投放到中国守军的阵地上 弥漫的黑烟之下 日军趁机释放毒气 烟雾弹主要是制造一种气氛 就是在拍的眼睛一样 轰轰一下 然后黑烟滚滚 然后给这个中国军队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影响 当然这个黑烟里头 它里头有这个毒气的成分 日军非常善用毒气 当十一军释放毒气后 他们就会戴上防毒面具 进行自我保护 现在毒气实在太多了 我必须要赶快离开这儿 不好意思 在恒阳战役中 日军向中国军队使用了毒气 这些毒气氮是戒子气和路易世纪的混合物 戒子气为糜烂性毒气 在战争史上有毒气之王之称 它直接损伤组织细胞 对眼 呼吸道和皮肤 具有糜烂刺激作用 路易世纪也能令人体的皮肤腐烂 如不做防护或及时治疗 人最后会因呼吸道皮肤腐烂而死 路易世纪在实战中通常与戒子气混合使用 这样既能降低毒气的凝固点 又可令毒气多样化 增加救治难度 好的 未避免毒气 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快速的把身体趴下来 找通通好的地方进行隐蔽 然后用石毛巾把嘴捂住来过滤掉一些毒气 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 保护呼吸道不受毒气的侵害 不幸的是 对暴露在外的皮肤和眼睛 还是没有办法进行保护 看来你的烟心都不轻啊 是的 是的 那么你的日本发动面具感觉怎么样啊 整体感觉还不错 日军在使用化学毒剂的同时 自身的防护是首要的 在二战中 日军最常用的就是这种95式防毒面具 面具由面罩 导气管和绿毒罐组成 绿毒罐用以净化染毒空气 防毒面具可以很好地保护我的呼吸系统 但毒气依然会伤到暴露在外面的皮肤 这可就不太好了 我也不太好 我讨厌毒气 最糟糕的是 他违背日内瓦公约了 这个情况 反觉知道之后 他马上就把这个防毒部队 或者攻兵部队一些防毒的面具啊 全部集中起来 根本第一线的战士 就是清击抗手 中击抗手 帮战以上的军官 其他的士兵呢 具体吸毛巾 污了鼻子和嘴 在眼睛上面尖两个孔 来介绍这个皮肤的松伤 跟领领这个抵抗 恒阳连日来 飞机狂轰滥炸 城内囤积的凉胆多被焚毁 不过 让恒山勇万万没有想到 镇守恒阳的方仙爵军队 面对毒气和轰炸 阵地被毁 战制 却窥然不动 在方仙爵战壕的保护下 继续反击进攻的日军 6月28日到7月2日 中国守军伤亡4000余人 而日军工程部队伤亡 已经超过1.6万 而战线仅推进了1000米 恒山勇不得不下令终止工程 暂停全面攻击 恒山勇没有一举攻下衡阳 甚至造成东京的震动 此刻他已经领教了方仙爵 这个对手的厉害 守城士兵玉石俱焚的战斗精神 更加出乎他的意料 但他必须采取下一步行动 来扭转战局 于是恒山勇决定加强补给 并补充炮兵力量 自7月2日停止进攻 至7月10日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里 恒山勇想攻打恒阳的部队 输送了76吨的弹药补充 并且保证在今后的战斗中 每天以30吨的数量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 向恒阳日军增加了几十门山炮 迫击炮 加农炮 榴弹炮等重型武器 和中国军队继续展开激烈战斗 此时的中国军队坚守恒阳 已经远远超过了15天 守城的士兵死一个少一个 攻城的日军却在不断增援 方先决期盼的援军 却迟迟见不到踪影 而日军则加紧了进攻的速度 为了尽快拿下恒阳 恒山勇决定夜袭恒阳 大量的日军被派遣到夜袭站中 在黑暗的笼罩下 他们快速突击 夜晚因为没有光线 所以人们是无法看清物体的 下面我们要做一个实验 来看看如何分辨有军和敌人 关灯 哇 这也太黑了 开灯 开灯 灯亮了 你还在这 还在这 是的 在恒阳战役中 两支部队在黑暗中近身肉搏 他们只能靠处决 也就是去摸对方的衣服来判断敌我 让我展示给你看 这个是日本士兵的衣服 料子是卡基布的 而这一件是中国士兵的衣服 它是用粗布材料制成的 用触觉辨别就简单得多 我们来实验一下 实验一下 我闭上眼睛 你给我一件衣服让我摸摸看 然后我会说出结果 好的 好的 虽然刚才只是很简单地摸了一下 这两件衣服 但我想 我应该能猜得出来 这应该是日军的军服 没错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好的 其实区分他们的不同很简单 日本士兵的制服 远没有中国制服 那么的粗糙 卡基布的手感很结实 因为进攻 一般你就不大一一看清楚 有时候就被他摸到这个山头上来了 这时候 翻学就想了个办法 他在这个时候 在两军杰出看不清的人的时候 你就去摸 摸到这初步衣服 就是我们自己的筒子 摸到这卡基布 你就拿刀筒 就是日军 所以在那一种 卢博斗中 那个厂教 很凄惨 谁杀死谁就 尽管顺利击退了夜袭的日军 但守卫衡养的士兵 士气却越来越低落 说好的增援迟迟迟不来 15天的日期也已经过去 很多士兵开始预感 衡阳是不是已经被抛弃了 而此事的方先爵 比谁都更期盼着援军的到来 他手里的兵力和炮弹本就有限 这大半个月和日军持续的火拼中 已经消耗不少 如果援军再不出现 只怕再无兵可守 方先爵内心胶着 但他知道 如果自己乱了阵脚 下面的士兵将会彻底丧失斗志 于是方先爵重新整理思路和心情 他现在应该做的 也是必须做的 是制定出下一步的计划 经过深思熟虑 方先爵决定 将士兵撤退到第二条方线上 我们的公司 就靠近我们的城市 它也从一线二线三线 经过工 推过手 很厉害并不大 所以这个一线二线三线公司 都比得很近的 相互资源也很 也比较容易 这条防线上 除了密集的铁丝网 和阻碍日军冲锋的障碍物 还有遍布的地雷阵 这些地雷 故意流出让日军通过的地方 但这里 却是中国军队的伏击阵地 日军费尽千辛万苦 靠近阵地前沿 却被守军投掷的手榴弹 炸死 日本人说呢 他们在作战中 在守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面前 吃了很大的亏 因为中国军队在丘陵上面 居高临下 从上面往下扔手榴弹 那么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中国军队手榴弹的消耗量 是一个庞大的数目 最多是一人能打出一千发手榴弹 在连续的爆炸中 日军一片一片死伤 攻上来又退下去 炮弹引去了 十五十九 手榴弹引去了 三分二 所以以后的战斗更紧张 更激劣 尽管方先觉得防御体系颇简成效 但是弹药的数量已经捉进简州 在弹药紧缺的情况之下 方先觉打起了日军装备的主意 中国军队从日军手里 露获了一些82毫米口径炮弹 但中国军队却是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 情急之下 他们便用砖石磨取炮弹一毫米 在衡阳战役中 方先觉的士兵们利用砖石磨日本炮弹 虽然只需要磨取一毫米 但是要想做到和中国81毫米口径的炮筒严丝合缝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我们用它来试一试吧 简余真实的炮弹可能会带来危险 我们用钢板来代替 赵尼尝试在没有游标卡尺的情况下 用砖头去磨钢板 这种纯靠经验和感觉的做法 准确率似乎不会太高 加油啊 好的就这样吧 你很好吗 我的手啊 我戴着手套都感觉到非常的磨手 而且就这样磨实在太单调了 手指很疼 是的 其实磨炮弹的难处就在于尺寸大了 会炸裂自己的炮 尺寸小了又会落在自家的阵地上 衡阳士兵真不容易 不可思议 对弹药几乎告尽的衡阳士兵们来说 这些日式炮弹非常珍贵 只见衡阳城里能冻的伤兵 每日磨炮弹 双手磨得鲜血淋漓 就是用这些从日军手里缴获的炮弹 衡阳守军一度击溃了日军的几乎 衡阳守军仍在期盼着援军的到来 可是他们迎来的不是援军 却是酷暑和疾病 衡阳城的内外已经遍布尸体 炎热的夏季 让这些尸体变成了更猛烈的武器 侵袭着双方的士兵 双方军队中都开始流行 越级 利级和霍乱 日军就第一个有霍乱兵的士兵 打流程 打到我们的阵里下来 把病传给我们 让我们服务 我们最好把这一批人全部枪毙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也有三十多个人 最后这一批火烂了 1944年7月 炎热枯树下的衡阳城 残缘断壁 遍布死尸 仿佛人间地狱 在疾病的清洗下 中国军队官兵伤亡率高达70%至90% 医药品缺乏 轻伤者自愿重返第一线 伤势不轻 但能行动者自愿留在阵地 应愿以激烈的战斗麻木自己 对于恒山勇和方先爵来说 这场战役 比拼的不再是双方的火力兵力 而是新颖 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谁将是胜利者 微观战场前情体 山勇所带的这个日本第十一军 他从来就有这个史化学武器的传统 一万进攻呢 一般你就不大容易看清楚 谁杀死谁都不知道 日本人说呢 在中国军队的手榴弹面 吃了很大的亏 日军就定有火弹兵的士兵 把兵传给我们 所以以后的战斗更紧张 更激烈 7月18日 方先爵收到两份电报 一份来自蒋介石 援军不日可到成交 另一份来自后方办事处处长 黄涛 王家本两军奉命 结尾衡扬 方先爵期盼多日的援军 终于要来了 7月22日 前来增援的中国援军 一路突进到了衡阳火车西站 一直刺激围点打员的恒山勇 早已在那里布下重兵 恒山勇以围点打员的方式 吸引湖南东部的援军前来支持 然后再发动多种包围 一举歼灭援军在乡的主力部队 因此赶来的援军遭到了日军的猛烈反击 援军伤亡甚大 但要告庆被迫撤退 恒山勇在恒阳这个点上打 但是日军不少部队呢 部署在这个外围 把中国军队给镇住 所以呢 援军始终是不能够到达 期盼援军的方先爵 没有等来援军 等到的却是恒山勇的劝祥 恒山勇派飞机向恒阳城内外 撒归来证和劝祥传弹 向帝氏军右翔 然后佯装退兵 希望就此能引诱守军出击 方先爵的希望落了空 援军没有到 恒阳守卫军依旧孤里无远 此刻中国军队伤亡已经超过八成 但要几乎耗尽 借到日军空头的归来证和劝祥丹后 士兵们却把他们统统焚毁 军队上下决心苦战 事与恒阳共存亡 我们不靠远军 我们就靠自己 此时的恒阳城内 可攻调配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 于是方先爵下令 抽调杂兵夫役等继续投入一线战斗 7月27日 蒋介石亲笔写信给方先爵 复制数百份空头衡阳 告诉守城官兵援军正在急进 希望他们坚持到底 面对遥遥无期的希望 8月1日方先爵致电蒋介石说 一定死守一死畏国 此时距离战斗打响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40天 至时方先爵和恒山勇手里的兵力比重 约为一比一百 如何利用手里仅有的兵力 对方先爵来说是个重大考验 而眼下没有多余的时间 让方先爵发愁 他能做的就是尽快组织士兵 进行第三次防守任务 40天过去 大规模展开的一号作战 成了日本国内 鼓舞国民士气的战局 可是一路捷报平传的日军 却卡在衡阳这颗小小的硬核上呢 恒山勇的十一军 名誉 还能否保全 都指望衡阳一一了 为了能够顺理交差 衡山勇选择更加疯狂的进攻 8月4日 衡山勇亲自上阵 指挥衡阳之战 与其在一天之内陛下此城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 日军几乎是昼夜不停地 对中国守军进行攻击 十万日军 以飞机打炮 向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和市区 狂轰乱炸 从南 北溪三面猛攻 到了第三次总攻的时候 日军他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拿出来了 他把所有对付外援的部队 偷掉一班以上 都一线部队 庆祝海洋城 五个四层 是一万人 中大海洋 而且调了四十枚炮 八千万炮弹 要把那海洋发平 每一个山头 每一个有公司的地方 那些那个炮弹啊 地毯式的 把三平以上 把阴体好像比较大垮了 日本陆军所配备的最大口径的炮呢 就是十厘米的加农炮 彭山勇把这个炮 掉到衡阳前下来 这个炮呢 它的射程是一万米 现在拖到这个 距中国阵地 只有一百米的地方去打 那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 而中国军队方面呢 你说炮弹都打光了嘛 所以这个仗 应该说是一个死仗 就是在这儿 跟中国军队拼了 恒山勇决定 要用尸体 累出一条 通往衡阳的道路 守城的军队 最后是担尽粮绝了 可是城外的 进攻的日军 最后的情况 至少粮绝吧 当然它有一个优势啊 它是在外围嘛 就是它可以在外围的 这个稻田里头 去找点吃的 七八月份 稻子也熟了 然后河汤里有鱼 有藕 当然了 城内肯定是更困难啊 所以日军最后进城的时候 就是连一只老鼠都找不到 就是能找到一只老鼠 就算加餐了 衡阳城 在内务粮草 外有重炮的双重压力下 终于乘破 日军从小西门突出 但方先决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 第十军和日军 在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所以西部这个公司的布置 原来里面就是考虑了这个象征 把一些建筑的房屋作为这个公司 天然的公司 而日军在这个西部进来以后 是每一个房屋每一个房屋 也可能是它有一个掌声的地方 所以长得很激烈的 当双方在残垣断壁的巷子里做战时 有一些细节常常被人们忽略 也许它看上去无足轻重 但事实上它对战士很有影响 鞋子 他手里面拿的是日本招武士军衔 而我的则是中国式藏鞋 我的这双鞋可真不好穿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走走看 汤姆汤姆 踩踩这些玻璃 当然 再感受一下碎石 天哪 真是独履薄鞭 特别的硌脚 我的鞋好多了 你应该没感觉 好吧 快脱下它吧 这有根钉子 我们看看日本军衔不会被炸透 但是 再看看中国的军衔 是否也 我觉得它 被炸透了 尽管衡扬城破 但方天爵并没有放弃 为防止东面敌人的进攻 他下令 让士兵将汽油倒入湘江 这一举措 成功下退了 准备渡江攻城的敌人 不过 方先爵心里清楚 他已经快撑不住了 一万七千人的部队 阵亡七千 伤员八千 手中能拿起枪的 只剩一千多人 此时如果突围 可能还有一线升级 三九不突围 他是他突围了 这个伤兵啊 跟这个民工啊 都是死的 他的压力就是哪个方面呢 就是在这个日军队里 产物人道的毒杀 给他一个很大的压力 在八月七日 牛九县那个地方 有个牛西九兵的医院 里面有一千 中山的兵院 有青山啊 基本上前线了 这一千中山兵啊 都不能中他 你们和和把他们 杀死 这个日军杀死这一千个中山兵啊 有两三个文献上 都提到这个事情 伤兵死完的时候 长久的声音啊 他们死 军部都会听得到 这对他压力很大 也为这个 站在最后的结局啊 也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我脱围了 或者我自杀了 那么这些伤兵怎么样 都比我死 方先爵放弃突围 八月七日 他向统拽部 发出最后一殿 敌人京臣由北门突入以后 再以无兵可自妒忌 只等是以以死保党国 免禁军人天职 绝不负军作 平生作育之致意 此殿恐为最后一殿 来生再见 再见 方先爵几次想自杀 都被卫兵阻止 八月八日 日军大部队进入衡阳 衡阳宣告失手 日本军队呢 就是看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 举起白旗啊 一开始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他们后来观察 中国军队阵地上 确实有动静 开始一传十 十传百 然后后来日本军队的阵地上 哭声一片 八月八日晚 在一片哭声中 惨烈的衡阳战役落下了帷幕 这是一条靠尸体层层铺就出来的血路 四十七天 衡阳城变成了人间炼狱 最后 中日双方谈判 达成协议 日军保证中国官兵生命安全 收容治疗伤兵 郑重埋葬阵亡官兵 第十军保留建制 不出衡阳就地住房 日军同意上述条件 方先爵被服 对于衡山勇而言呢 他的心情应该是很口大 首先这一仗打得很惨 第二呢是中国军队 刀丘停战 而不是他拿下了衡阳城 所以我想呢 恒山勇呢 在他的军事生涯中 这应该算是一个耻辱 我想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方先爵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翻译局是十年最伟大的军事家 第十军是最了不起的部队 翻译局他缺席是最伟大的军事家 恒阳一战 恒山勇大概终身难忘 虽然他拿下了恒阳 却因桀骜不驯 被上司调离中国战区 返回日本奔道 1945年8月 二战终于结束 日本战败投降 恒山勇以以级战犯嫌疑免议受审 被判处绞刑 被俘后的方先爵后被救出 返回重庆 1983年 方先爵在台湾病逝 原日本十一军军人 曾三次组团去台湾祭拜方先爵 他们在道词中这样写道 衡阳之一 贵军能够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地坚守 四十八天之久 是为八十年来战争史上所罕见 我认为在世界战争史上 没有能和方将军当时的巩固防御 可以比美的了 而当时防守的第十军 也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军队 一支全身英美装备的中国军队 一个拥有丛林作战之王称号的 日本王牌部队 在茫茫无际的原始森林里 上演了一场怎样激烈的丛林熬战 是什么让中国军队旗鼓重阵 令日军闻风丧带 敬请收看未观战场之日 胡康河谷战役